我是主持人燕子 说到万元户这个词啊 咱们都应该挺熟悉的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谁家要是万元户啊 那真是挺让人羡慕的 那今天节目里要介绍的 这位宗永兴宗大哥 那个时候人家就是个万元户 而且呢 那可不是一万两万的存款呢 而是百万 今年呢宗大哥63岁了 他这一辈子啊 可以说是风光过也落寞过 大哥说 回头看看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啊 现在孤身一人的他 就想找个体贴的伴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宗大哥 你好宗大哥 我是回家小李啊 宗永兴63岁 李毅有双宝 退休金2400元 居住地陶南市 住房面积87平米 这对的 对 这让你推的 搬过来都现在就没归用过 没有 你说上面的衣服是有洗有不洗的吗 都洗完了 洗完了我那一放进完这 那也不跌 也来放着 没没没 跌 我也不乐于跌 也不会跌 没有那归了那个人 也没管我 长了也没说啥 从家里到自身的形象上能看出 宗大哥是一位典型的单身汉 大哥说他从不在意别人怎么看 自己过得舒坦就行 宗大哥之所以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离婚这件事啊有着很大的关联 回忆起过去的婚姻 宗大哥对前妻是这样评价的 只是一般人瞧都不上眼 外表长得也很普通 很普通一个人 外表长得不是漂亮吗 漂亮说吧 他身上有哪点优点把你洗掉 能干活啊 买一顿没 我小孩都不用伸手 一会儿你就跨都跨着而已 我就做饭 你饭还没做好 你没早晚完了 那这我是国体 它是大集体 它也冷酷的 冷酷的啊 砍肉卖肉 腰秤 收票 宗大哥年轻的时候 在纺织厂上班 一心想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他 乡中了能干活的妻子 结婚后 宗大哥为了让家里 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于是干起了屠宰的活 我负责往回收纱 他负责卖 收出纱织厂都一般都算里面收 能收呢 那时候我现象都不耽误上班 我可以跟你串 我竟上夜班 你能干吗 那时候是好 二十多岁 三岁 白天干着屠夫的活 晚上在纺织厂上班 宗大哥当时如此辛苦的付出 也换回了不少的收入 我也不查我也不管 挣了钱往那一冷 我估计得有百十来个 你说百十来个是百十来万的 那得 再挣咋了 挣了这种个百十来万的 你哥心不太懂 挣个百十来万的 那就是不经过屠宰 可以刷那边 一头猪我挣过一千块钱 一年的刷多少头猪 多少头牛马 改年干今儿一天三十个 一天三十个 也要干平常一天一个 两个 六年挣了些都不算多 宗大哥和妻子两个人 每天都忙或者挣钱 买卖越做越好 日子过得也很和谐 可没成想啊 好景不长 他有点脸是忙 唱歌跳舞吃饭喝酒的 哪这气劫就别说 我这脾气哪能用得弹呢 你值得不回 值得上谁家一看 谁送回来就去了 干我多少回 那都一开始 还抹不开那么激眼 后人激眼也不好死了 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真的 妻子开始不务正业 宗大哥又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性格 两人吵了大半年 最后还是离了婚 只不过这离婚协议让宗大哥的后半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一瞅着不合理调约 这个哪没有 那没有 啥也没有 孩子他哪走 以抚养费一次付清 人家庄卖那这我先生不能 这满意不能不好干 脑子一脑瓜一热喝点酒欠 离婚婚了那这床都有人冷酷的 我一个床都没有 那这已经停心留止了 专止的去抓住啥的 杀牛杀的又啥马了 这个行业一停 还有温饱的保障吗 后来请酒了 后来后悔呢 不后悔 我做事从来不后悔 错了也不后悔 那你就是说离婚之后呢 性格就决定我这被就这样 离婚后宗大哥没有变得颓废 反而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有钱的日子我能过 没钱的日子也能过 二十年我都打滚锅了 卖过鱼 卖过肉 完了还卖过菜 都得早起上菜啥的 那也妥了 上来你找一个车过去 拉回来蹲着就卖了 一个人全来 那是 你除了卖菜还卖过啥 外公公地也去 哪呢 公路整 马路修路也去 做过买卖 打过工 全靠自己的一双手 维持生计 宗大哥在外一直漂泊了二十年 直到三年之前才回来 你俩回来了 那个房子老有冻前的东西 我现在我不个家 开门谁也代替不了啊中间呢 就回来看他了 看他也不用待了 大惊 那家挣得少点 他这是有个活干的 我连等着房子的信 一直等了三年 他现在也待着了 他不几天 前后到现在也不到半个月 现如今房子下来了 退休金也开了 有了稳定生活的宗大哥 才开始琢磨后半生的事了 找这老伴不说不干寂寞 这是预防 谁倒那周一把 到这盘盘盘盘整个药 那人比我小点人行呗 比我大的不接受 什么条件这些呢 没有 他不带外在来 或者是有办没办 我这没有办 我看着了啊 这是烟盒 这个条件现在还行啊 看看吧 里头啥眼好抽不得 实惠吧 我来说眼睛也得看看我 也是这种形式的 这颗眼看你这眼是辣啊 还是可口啊 还是薄啊 眼睛也得去选选你吧 不能你光选选你吧 实惠吗 咱现在也没有说特别挑剔的点 没有 没啥可挑的 就是看 就是我相信我的眼睛 了解到钟大哥的想法后 红娘帮大哥找到一位 同样实惠 同样吃苦耐劳的人 是这个吗 大姐 这个 给看的吗 你好 小大姐 我是很少礼啊 谢谢啊 辛苦了 我这以为你那个是住那边的 是我的呀 这块住的快含着 江秀妍59岁 丧偶 有双保 退休金1800元 居住地白城市 住房面积140平米 没事 回复姐 这是我四妹的 正儿呢 他们咋办事呢 正儿来跟 来 进来 您好 咱家今天有动作人呢 今天咋 正儿 他呢 办事我哥 我妹妹办事呢 就过来了 不用拖鞋呀 没事 这地很好穿 直接进呢 没事 这也好穿 一会儿 我们就回避 那咱们平常就是 谁给你住一起啊 平常就是我自己 就自己一个人 对啊 江大姐年轻时 在酱油生产车间上班 40岁的时候单位买断 下岗后 大姐就开始在家照顾儿子 现如今 每个月也有1800块的退休金 我那这屋就是啥 这屋就是120平米 江大姐换这么大的房子啊 是为了照顾生病的老伴儿 那时候老伴儿遭遇了车祸 一次意外完全打破了 两个人原本幸福的生活 高危机坛 我吃了七年 就是给一个小孩样路 创造那块坛上了 那脑袋就 就是骑那种电瓶车 把那脑袋装那个电瓶杆上 那是啥 是啥小孩呢 2013年7月15号 65号 老伴儿瘫痪在床七年 每天都是江大姐守在床边护理 回想起那一段时间 大姐说 有一种情况 是她最害怕的 我最害怕的就是晚上睡着了 早午 最怕就是这一点 这最像家人的 叫你喝醉 然后什么 哎呀 你脑袋都多大呀 但是也行是 哎呀 这附近一场 到啥时候用呢 老伴儿老伴儿到啥时候用呢 就是有病了 她无能了 你就得用心地照顾她 前三年我就这个哭 还不敢跟你这么说 还敢跟你这么说 一张嘴 就自己眼泪先掉下来 我就好好的 我去替我自己 你哭啥呢 你哭 你能解决啥问题 谁看了你 那也就是 完美完美你 你困难 还得是靠你自己 把自己困难自己 咋眼发克服了 病有点是早瘾 我就做性格 老伴儿去世 有小半年了 对于现在的江大姐来说 能够同甘苦 共患难的 那才叫伴儿 说说那老来伴儿 老来伴儿 就是互相的 有点啥 微的 好时候 有钱花了 那都行 都乐了 身体好 都乐了 就是到最难的时候 有病的时候 到完水 都没人 到那种程度 我叫最难了 对 我不想再 想年轻的日子 年轻的也讲话 想找一个会照顾人的 会照顾人的 挺有的 同情心的 赶紧利索的 同情大利的 工资稍微高一点 是大概几千呢 几千都挺好的 你是个女人比较实在的 然后性格比较开朗 大的咧咧点 对对对 你比较实在这样 姜大姐想找一个 能够体贴自己 疼爱自己的人 宗大哥虽然不拘小节 但实在可靠 两个人会是彼此 同甘苦 共患难的 那个伴吗 大哥 领大姐过来了 这是宗大哥 完了 姜大姐 这样 行 先坐着我把菜坐上去 他就请你过来 然后坐下点了 太幸运了 也挺巧的 你看咋样 挺好 这是大哥 这是炖的啥呀 大哥 那是炖的鱼和粉 牛粉啊 大哥你做多少个菜呀 这是 嗯 就不就是四个菜 炖一炖一炖一炖 我看大姐过来有点拘谨的 没事没事 你就学着自己 你还别行不家 一见面 松大哥就开始热情地 款待起了姜大姐 那两人对于彼此的第一印象 都是啥样呢 挺普世事过日子的 就在说 他拿过来写住包 因为他那白糕根 那他最少十五分 大哥就是做饭的手烟 一般人比不上 那一般的口水 拿那个不然才会做饭还行 几个孩子 一个 在白城 嗯 就是就在跟前 也不要 我基本不在家吃 早晨吃牛奶面包 吃完了 到中午晚上就在我家吃了 挺生活有规律就好 孩子吧 孩子吧 生到十三了 要 小学今年都毕业了 你到小虎的时候呢 嗯 咱俩还行 就到小虎年了 咱俩就少了半了 是不是 嗯对对 姜大哥第一眼感觉咋样 人家主持在的 就能感觉 了解了解 第一眼的感觉 是比较好 一眼感觉了解了解 比较好 了解了解 咱那次都 必定是 原来都不认识 陶拿和白城 有一点距离 白城离陶拿就这么眼下 搁哪都不重要 老道对彼此的出印象 杜大哥表示很有好感 但姜大姐这边 红娘明显能感觉到 大姐心里呀 有话 但没表达出来 于是红娘决定 单独和大姐 唠一唠 外表上和我的要求上的 好像不是一太一样的 你觉得她长得老啊 还是不好看 也不是 姜大叔也不是啥好看不好看的 就好像 不在意一条线 那你心里满意的 我心里满意的就是 比较就是 穿戴 就是有点像 有点文化水准的 比较讲究 比较讲究 就是贵衣服 夜里头 颗袋 好看的颗袋 颗袋 口线 我喜欢这种 外表达本的 很讲究啊 很有排面的 内里的人也不知道啥样 里外兼合 对对 但是不能剥夺每个人 就是追求 自己喜欢的类型的权利 江大姐首先在演员上 表示没有好感 而宗大哥在了解到 江大姐的想法后 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现在没考虑过日子 就瞅这个外表 我瞅四眼就行啊 你要想看 那摆子还像样 干活呢 又啥都行 这也不好找 你本来都是互相残缺的 就是啊 你还能整那个十全市 美上哪找去 这玩意 就到这个岁数了 谁不可能说 这很高的标准 很高的门槛 一个互相支撑 相互扶持过日子 宗大哥这一番心里话 表达出了自己真诚的态度 就是想找个伴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那江大姐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能干过日子 她也是 她是这种人 但是我现在也其实 这么大事了 我就 似乎给我去了 还是有点讲点 就是精神方面的 精神方面的 对对 穿你对的了 就是说话了 一些个爱好人 人家要是没戏 我这就彻底啥事没有了 你就是再相中 她也没相中 你不白白 没看我 没入她眼 说不上入谁眼呢 你要跟我接触上 你就忘掉了 好了 再见 再见 哎呀 红娘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这不嘛 江大姐没相中 宗大哥的穿衣打扮 她觉得男人就应该把自己收拾的 板板正正的 裤子得有裤线 皮鞋得增亮的这种 恰恰相相反的是呢 宗大哥就认为 男人嘛 不用那么在意细节 大大咧咧的 不修蝙蝠也没啥 要我说呀 俩儿这分歧 其实不在穿衣打扮上 而是性格和生活方式不一样 那既然这样呢 红娘又给宗大哥介绍了一位 家住白城的李彦杰 李大姐 你好 姐 你好 我是红娘小李啊 好 来 请 哎呀妈 真漂亮啊大姐 李彦杰 56岁 蒜偶 自焦社保 月收入3000元 居住地白城市 住房面积54平米 妈咱这头发这么长 哎呀妈呀 这头发得是留了多少年呢 今天这个有13年了 没剪过 没有 为啥没剪的 就是不愿剪的 剪的心疼的 心疼 一时就留着了 那你这打理的 像每天都洗头的 不做什么 就是我洗一次早洗一次头 我这屋45平 我自己住挺好的 反正挺舒服的 咱这装修得挺好啊 这卫生间完 这是厨房 厨房 我也不在家做饭 你平常不在家 那我做保姆嘛 给人供吃供住 你听他儿子今天说的 大姐你去乡亲家 你给找一个 我还能来吃吗 爸我妈这个挺好的 还给我乐得 我说你家还得赖着我呢 你这个现在 一个月经开多少钱 现在他这个我开3000 完了我那什么 社宝没开呢 得到60年 社宝啊 社宝是最交的 最交的 保险我都有 就是那个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 高端医疗养老保险 我玩的之后 保险上都是他交 我一分不交 找到我打过来了钱 李大姐现在有住房 有保障 那衣食无忧的她 为什么还坚持 做着保姆的这份工作呢 生命就是在运动 我的心态吧 就是不次于 像你们小女孩那种心态 不是跟我同龄那比 我是老太太的 我挺压抑的 我没啥意思了 那种想法没有 李大姐一直坚持着打工 也是因为自己 在家待不住 一个人的生活太无聊了 大姐已经单身很多年了 因为之前的老爸走得太早了 2005年走的吧 早15年了 那边 那边挂大方老大了 给他老舅家喝酒 喝酒我去早回来 早回来 我说回家吧别喝了 他说你回家吧 我没事我没喝多了 我看电影没喝多完 我就回家了 后来他家又来人了 他又陪着喝多了 回来就晚了 能出去 大面子出去 整个浪漫我说干什么 两个死 发病到我院送去两个死 就好像一瞬间的事一样 丈夫突然离世后 李大姐一时间 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以至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大姐每天都精神恍惚 电视脸的时候有一种幻觉 我可真是 亲眼就好像回来了 那是骑车的嘛 我们把车就传入底下 一马有多少次呢 那是的 后来在老伴走后的第六个年头 大姐也尝试过再找个伴 可没成想 碰上了一件这样的事 她是离婚的 离婚的 我就说 那时候 从心里说我一点都不同意 后来她 十七百里就在一起 就终于好一年 后来我说 那之前的诚心 怎么能差不了啊 他家还要偷钱买个小车 后来买个大车 我买大车你就买吧 你拿多钱 你还用郎山维也 鬼小妈过来藏心眼 后来把那个存折送到楼上 送她妈家去了 那一天多的钱 一万多块钱吧 那一万多块钱至于那么通过 那完了我都跟她 我那个跟她过日的时候 你看我的钱我没少花 热水器啦 就是沙发啦 电视罐啦 那个窗帘啥 都是我给她买 她那天她总苦行的 说买不起 完了过不长时间 还是买车 她喀家送出一万块钱 你说我能 我说一看这人就不行 咱实行实义 就跟人家在一起 就把心都扒给人家了 完结果人家还跟咱尝一下 那你说这有意思 俩人一旦分心 这日子啊 也就过不下去了 这之后啊 李大姐没再找过了 那现如今的李大姐 对于未来的她 有着怎样的要求呢 年龄比我大的 不超过十岁以上的 都没问题 人家必须得过得去 那咋得顺得过眼啊 人怎么得算过得去啊 比如说我跟你俩头儿见面 我见着你 就好 请讲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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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